大家好,我是王林 我现在在我的师父尼西亚南达大师的居住地 印度的班加罗尔 尼西亚南达大师是印度神师婆的转世 是在斯亚凡达 今天想要跟大家延伸的讲 有关四大原则中的 有责任心的这个原则的一些内容吧 就是一些延伸出来的内容 四大原则是师父教我们做人的行为准则 它是一致性 真实性 有责任心 以及最后 我们为了别人的人生意义的扩大 以及实现的去生活 也就是enriching and causing 那么其实呢 这个点的大家知道它的意思是什么 就比如说我要对我自己负责任 这个这是大家最普遍意义上的认知 或者最多是我要对我的家人 最亲近的家人负责 就是他们的一时住行啊 或者他们的悲喜忧伤啊 我是觉得我是要有参与感的 或者是我的 我上班 我手下直接的 如果我是老板的话呢 我的同事 或者是 比如说这类最近的关系的这类人吧 就是我们大家普遍意义上觉得我的责任 责任感所涉及的这个范围 但是大师讲的呢 真正的责任感呢 应该是 所有的一切 就是我要对身边所有的一切 我能看到的 想到的 都放在自己的心中 都让他们作为自己的负责任的这个一部分 因为呢 根据同一性呢 其实万物是合一的 是一个源头来的 那我们对其他的事物呢 负责 其实我们也是在对自己负责任 然后 还有一点就是 我们一定要认清楚 大师讲就是source和cost的区别 也就是说呢 虽然我不是一个事件的 出差错的原因 cost 但是我呢 是他的source 就是我是他的源头 也还是根据同一性这个原则来讲的 所以呢 就是我们人人呢 都对我们的人生 他人的人生 这个世界的现状负责任 如果我们大家都能有这个责任感的话呢 我们的人生的现状 包括自然环境和政治环境 都会有更高的改变这样的 那么讲了这些之后呢 大师又继续揭示说 我们用 就是我们人生的那个意义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什么是自由 很多人都觉得我活在世上就是来体验人生啊 那我 这个体验的这个状态就体现在我有选择 有选择的自由性上 比如说呢 我 我选择去做一件什么事情呢 我有 比如说 我现在有一段时间 比如说两个小时的时间 我决定呢 用它来 就是用这段时间来休息一下 那我可以有不同的选择 比如说去喝咖啡啊 和朋友见面 或者去按摩啊 或者是怎么样 去逛街这样的 这些选择 那然后呢 然后如果我选择去逛街的话 要买衣服呢 我有很多不同的商店可以去啊 那然后呢 到了这一家商店呢 买 如果我决定买一件上衣哈 又有不同的款式跟颜色可以选 就我们的人生呢 大家以为我们所经历人生的意义呢 是在于我们有选择的余地 事实上呢 并且呢 我们把这个选择呢 定义为自由 所谓自由 事实上的大师讲的 其实这个自由呢 不是真正的自由 因为它呢 你在做选择 它不会 让你的 这个人呢 有真正的 解脱的这个 这个感觉 反倒是相反 是有被困的 因为呢 就是你 因为我们 都是永远不会满足的 就是如果我们只是活在 做选择的这个 这个层面上的 我选 今天选了A 明天还想选B 后天还想选C 就是你会在这个 恶性循环中 一直走下去 觉得我还要再选下一个 再选下一个 它这个本 这个行动的本身呢 就是一个禁锢 再有就是你选的 事实上是什么呢 大师说 其实都是商业行为 也就是说呢 别人给你展现的ABCD呢 是让你选的 如果别人没给你展现意呢 你就选不到 其实这个事实上 从这个本质上讲的 它也不是一个真正的自由 然后大师讲呢 我们人生的真正的 意义呢 是要做 要实现 要能真正发自内心的 认知到自己是 并且实现自己是 Mahasadashiva 认知到自己是 Mahasadashiva 是意识员 并且呢 体验自己是Mahasadashiva 然后呢 帮助别人呢 认识他们也是Mahasadashiva 就是两点 一个是自己认识到 自己是Mahasadashiva 再有一点呢 就是别人认识 他们是Mahasadashiva 那大师讲的 不是说他 不觉得这个做这些 有关享受的这些选择 是 他不觉得 他也没有说 自己没有那一方面的人性了 就是说 比如说他也会知道 那你夏天在一个阴凉处 乘凉是舒服的 那你如果有这个选择就更好啊 或者是有时间呢 跟朋友见面呢 第二天早上 比如说 和朋友出游 然后玩得很晚 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 然后有看日出啊 这等等这一切吧 大师说 不是说他不懂的这一些呢 是有乐趣的 只不过他不选 不发自内心的 觉得这些是 他必须要做的事情 也就是说呢 他跟这些 这些类似的 Pleasure 大师讲 就是乐趣 他不觉得这些是 和他是必须 要有一个什么因果关系的 也就是说 他做不做都OK 都好了 就是他没有像我们 一般情况下 觉得必须要去做这件事情 才会有满足感 然后大师说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 因为我的 我知道自己的人生目标 真正是什么 就是要认识 意识到自己是 马哈萨达西吧 那当我有了 这个明确的目标之后呢 我就知道 其实这些跟 这个目标 完全没有关系的 这些事情呢 即便是他存在 也不代表呢 他跟我有什么关系 也就是说呢 不是说我不懂这个 Pleasure 而是说我不选择 Pleasure 不是说我不懂得 情趣乐趣 而是说我不选择 这些作为我人生的 意义 就是完全呢 有 也可以 没有 也好 就是 也就是说这样的人生状态 是不会去主动选择 Pleasure 是不会去主动选择 要做这些 让自己觉得愉悦的事情 而是说要去做对的事情 不是说大师 不会体验到他的乐趣 而是说他不觉得这个会影响到他内心世界 就像是中国有一句古话 不以物喜这个状态吧 不以物喜不以几杯 不以物喜这个状态 不是说他不好 而是说呢 我不会因为他呢 内心世界有产生什么影响 然后大师说呢 那最高级的Responsibility 最高的这个状态呢 其实我们对自己能做的 这个负责任呢 就是要让自己 一直呢 走在这个实现自己 认识 实现自己是马哈萨达西瓦的这条路上 这个呢 是我们 就是认识和意识到 自己是意识源的这个 本质的这个 把自己保持在这个人生轨迹上 让自己只在这条人生轨迹上 付出自己的经历 时间以及所有的这个热情吧 这个是我们对自己负责 然后呢 对他人负责呢 也是这样的 就是让他人呢 能在实现和认识和实现 他们是马哈萨达西瓦 这条路上的 我们这样对别人负责 这个就是大师所讲的 这个 一个最终极的责任感吧 好的 有关责任感呢 就跟大家讲到这儿 希望呢 刚才这些内容呢 能给大家一些启发吧 谢谢大家收看 比较难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